陳婷菲是要讓台南起飛 登記參選台南市長 民進黨黨內初選殺到眼紅 看到流傳出的民調 黃偉哲支持度竟然是自己的兩倍 陳婷菲氣到跳腳 這頭暗罵黃偉哲民調作假 另一頭李俊逸 先是指控黃偉哲偷咖啡 偷手套 還嗆聲他不要搞黑金 黃偉哲被圍剿到滿頭包 民進黨臺南初選參選人殺到見血 綠軍高雄市同樣慘烈 劉世芳退選後趙天霖自信的說 要馬上整合其他候選人 管兵林痛罵吃人豆腐沒人品 明戴華則怒哄他根本機關算盡 一個會吃豆腐 吃人家豆腐的人 就不會讓人家喜歡嘛 所以還是需要多磨練一下 政治人物需要多磨練 天霖也需要多磨練 黨內殺到刀刀劍骨 隔安關火的藍軍說 那是因為在綠軍超級票倉 通過初選大選幾乎篤定當選 從偷咖啡到假民調 各種不可思議的怪招通通出爐 綠軍網內互打的難看戲碼 恐怕不會停歇 記者 張濤鴻公上軍台北報導